七年之病你求三年之爱 怎么可能可以立即做一个处理跟解决 这就好像是前方将士在前面 第一线将士右命 后方梁方在这个梁仓在着火一样 农委会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放火的一个工作 韩国瑜不管怎么样 他或许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立即解决 但是他的态度永远是一致的 的确带着大批的人 到新马地区去推销他的农产品 而且也获得很大的一个斩获 我要特别强调 他是农产直送 跟过去陈杰仲所提的 一年的三亿的通路 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过去他在提到我们农产品 58亿的时候已经被打脸 因为里面涵盖太多皮革香烟 烟碎等等之类 真正的农产品是占据有限的 可是他这次还是同样拿出 三亿元的部分来打脸韩国瑜的一天 一年好像只有两三千万 那这样的一个评比来说 你就完全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用数字的模糊度来混淆 这混淆来告诉大家 韩国瑜只是在做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 可是他又拿不出具体的数字 所以你说政府真的有在帮助韩国瑜 共同来推销我们的农产品吗 显然是没有嘛 可是还是用很多的方式 来不断的告诉我们 都是韩国瑜 他在碰轰 他讲的话实在是太大声 可是呢不是蔡英勇所提到的吗 你就是要全部来共同来合作 你当上台的时候不是也呼吁我们在野党 要共同来努力吗 可是你既然要做的这个示范 完全是人家在前面拼命 你在后面扯后腿